绝对不会因为木材有一点损坏 而舍弃整块木材的 我知道 就是要量财而用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以前汪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 周游列国四处讲学 在与不同的人交往当中 汪子领悟了不跟对方说话 也能观察到对方心理的方法 观察一个人 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来得更直接的 眼睛掩盖不了一个人的丑恶 心中光明正大 眼睛就明亮 心中不够光明正大 眼睛就会昏暗不明 朵朵闪闪 所以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注意观察他的眼睛 他心里面的善恶真假 就会无所遁形了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与其察言观色 不如观察他的眼睛 眼睛是无法用化妆演示的 就算是最高明的美容大师 也办不到 不要听他说的口若悬河 天花乱坠 你要看着他的眼睛 老师 我完全明白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谎言是会腐蚀灵魂的 母亲 今天有人要举办婚礼吗 还是有哪家为了要卖猪肉而杀猪呢 他们是为了请你吃猪肉而杀猪的 孟子听到了是为自己而杀猪高兴不已 孟子一想到晚上有猪肉吃 就垂涎欲滴 孟母看到孟子那么高兴 就很后悔自己随口的谎言骗了他 因为他实在不想看到小孟子失望 结果孟母就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点钱 用来买了猪肉给孟子吃 就算是无心说的一句话 孟母都是负责到底 从此以后 孟母再没有对孟子说过谎话 子女都会以父母的言行举止 为榜样 谎言会使灵魂腐蚀 说出来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 所以只要说出了口 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老师 这一次我明白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民为贵 民为贵 设计赐质 君为青 适顾 得胡秋名而为天子 得胡天子为诸侯 得胡诸侯为大夫 人民是国家最重要的 代表国家的土神和古神是次要的 而国君是最不重要的 所以能够得民心就可以做天子 能够得到天子的信任就可以做诸侯 而得到诸侯的信任就可以做大夫 如果祭祀礼仪齐备 祭祀又能够衣食共济 但是旱灾 水灾仍然发生 那么就是时候改建另一个社稷 如果诸侯无道危急社稷 那么就可以立另一个诸侯 老师 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个是孟子的民权思想 儒家思想的根本认为人民就是一切民众最重要 没有民众 国家君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人业者 人也 何而言之 道也 人就是人所以为人的原理 明白吗 何人 何人而言 就是道德 人者天地之本性 人类之智德 体会了人的意义 尽力本着人心去做 就是道 老师 那又怎样才有道啊 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 人要以人存心 以人心行事 所以作合人和人就是一个道子 每个人必行的大道 也就是每个人依着接人处事的原理 山静之期间 戒然用之而成路 为奸不用 则茅色之意 今茅色之心意 孟子对高子说 山间的小路只可以一个人通过 如果经常有人走过 就会变成一条大道 但是过一段时候没有人走过 茅草就会把路塞住 你的心不用太久了 茅草就会塞住你的心了 为善向学要有横心 礼仪之心少有间断 邪欲之念就会承虚而入 老师 我以后会恒心学习了 那就看下一个故事吧 师妻族哉 城门之闸 两码之利语 大雨时代所做的音乐 一定比门王的音乐还要好 你是何以见得 因为大雨的中牛 好像被虫铸掉了一样快断了 一定是声音好而用得多的缘故吧 这个怎么可以用来做凭证呢 好比城门口的车轨很深 难道是因为两匹马的踏过 所以碾成的吗 那只是因为车子进出太多的缘故 大雨的中牛快要断了 也只是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罢了 判断分析要有周到的见地 不可以只凭一点观察就妄下定论 因而故此失彼 见一一二了 老师 这一次我明白了 那看下一个故事吧 重做冯复 晋国有个人叫冯复 最著名的是赤手空拳大楼 后来他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就决定不再打老虎 有一次他走到野外 凑巧看见很多人在那里追赶老虎 请你来帮帮忙 这只老虎只有你才能够收拾它的 那么好吧 就重新下海沙虎 看你还敢不敢作恶了 好厉害呀 好厉害 这些人都很高兴冯复可以再打老虎 好啊 但是那些为学名礼的人 就会耻笑他不知自知 他又再次打老虎了 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人是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 不应该因为环境而轻易放弃 老师 我还是不明白呀 人是有习惯性 一旦习惯了 就算加以克制 也更容易固态覆盲 打虎不是坏事 而且是打虎英雄 孟子绩效丰富的 是他既确认打虎狩猎是不好的 确定了要追求做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在见猎欣喜的时候 就固态覆盲 设计自己的理想于不顾 没有坚守自己的立场 养心莫善于寡欲 养心就需要减少物质的欲念 如果能够减少肆欲 就算失去了本心的时候 那也只是很少的 我迷失了 要快点恢复本心 如果预念太多 如果预念太多